今天是拉菲宽颜帽的最后一集 我们要赋予这顶草帽灵魂 来勾制它的帽颜部分 我们会用到几种勾针里很常用的基础针法 用一定的组合使它们形成宽帽颜的大弧度和镂空花纹 OK我们开始吧 帽颜第一行的勾制规律是VX 然后一直循环 就是一次加针和一次单独的短针 一直这样交替 那我们这边的勾线的地方和以往有一些不同 我们原本是要挑后半针的 在这个位置 这一行我们挑前半针 挑这一个短针的前半针这一条线 这样子它形成的结构会有一个自然的帽颜外翻的状态 那现在我们这边还是取下标记线 标记好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来第一个位置 这个地方是要勾制一个加针的 我们挑起的是短针的前方的这半针 一条线 然后一针短针 两针短针在同一个位置 完成了一次加针 接下来是一次单独的短针 我们可以看到VX这样勾制完成之后 它就把两针变成了三针 那这一行我们勾制完成的时候就会一共有135针 我们继续 这样加针和短针 交替着勾制 到了帽颜的部分呢 我们的松紧就会决定我们最后帽颜的成型 我们勾制的越松帽颜会越大 波浪也会越明显 勾制的越紧的帽颜会相对的小一点 更加接近于副帽的形状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勾制完成的时候 它边缘不是很整齐 就是因为我们有加针比较多 这个没有关系 稍后这个痕迹会消失的 我们来看看反面 这里它就有了一条痕迹 我们正面是形成这样的条纹 现在我们挑了前半针 它也会在反面形成条纹 这样就会形成冒深和冒颜的分界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按照这样的规律勾制 现在这边我们快要回到标记的起点位置 这是最后的一次加针 再一次短针 我们看到刚刚好勾到这个标记的点 左边是开始右边是结束 那这样我们说明循环是正确的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这个线抽出来 开始勾制第二行 第二行的时候呢 我们的挑线位置就回到了冒深的情况 我们全部都挑后半针 挑后面的这一条线 这一行我们是不需要加减针的 第二行勾制好后呢 我们第三行要再次进行加针 加针的规律是一次加针和两针短针循环 那我们是在这个位置 勾制一个加针 然后勾制两针单独的短针 这里我们就把三针变成了四针 一次加针 和两针短针 那勾制完成这一行之后呢 我们的针数会达到180 接下来的四五六行 我们就不再增减 一直向上勾制短针 勾制六行后 我们的帽颜就已经有了初步的形状 这里是它的内侧 这里是表面 那接下来的第七行呢 我们要开始形成镂空的花纹了 这一行我们是T和CH交替 也就是中长针和锁针交替 我们还是需要标记 我们首先是勾制一针中长针 先挂线一次 然后我们从后半针入针 再勾出线来 这个时候我们的勾针上 就会有三个线圈 我们勾线一次性过着三个线圈 这样我们是一针中长针 然后勾制一针锁针 再继续 这一针锁针呢 我们就对应着下面的这一针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跳过一个空 勾在这里 中长针 锁针 中长针 锁针 这里要跳过它 勾到下一针里面来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形成镂空了 现在一整圈勾制好后就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这里是最后的一针中长针 然后这里还应该有最后的一针锁针 因为是中长针与锁针交替 锁针对应着这边的最后一针 形成现在这样的结构 那接下来的第八行呢 我们也是这样子 中长针与锁针交替 我们这一针中长针 注意它要勾的位置 我们刚刚结尾的锁针对应着这里 所以接下来的中长针我们要跳过这里 勾在下一针上 这个位置呢 在下方也对应着一针中长针 它们是完全对应上的 勾线一起过三个圈 然后再是一针锁针 一针中长针 这里挑线的位置也是 这一针中长针的后半针 挑起一条线 针中长针 一针锁针 现在这边的这一个固定线的位置呢 它会有点松 我们可以细一个结 暂时放在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勾置这个镂空 接下来我们是要勾置四行的短针 然后再勾置两行这样的镂空针 这边的标记线取下来 我们开始勾置第九行的短针 都不需要加减针 这里第一针短针的入针位置 也需要看到它一定要在这个中长针上 不要在锁针链上 从这里入第一针 一针短针 两针 两针 三针 现在我们的帽颜就已经几乎要全部完成了 我们这边目前一共是有十四行 这边是六行短针 两行镂空 四行短针和两行镂空 最后呢我们需要给这个帽颜勾一个边 我们会用到引拔针的针法 我们的第一针呢 依然是勾置在这一针中长针上 跳后半针 引拔针和短针的不同是 在勾出线之后 我们这边有两个线圈的时候 不再次勾线 我们直接把左边的线圈拉过右边的圈 像这样 就完成了一针引拔针 然后下一针也是跳后半针 勾出线来直接拉过右边的圈 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 是引拔针这个位置要勾置的松一点 我们退回去再来一次 我们想要勾松呢 就是把这边的这个线圈拉大一点点 拉到这样子 然后再入针 我们可以用中指把它压住 避免它变小 勾出线过后 直接勾过右边的圈 然后这边也是拉大一点 直接勾这边的圈 我们在再次勾线的时候 要注意不要把这边又再拉小了 现在它又变小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固定在这样 比较长的状态 然后去勾线 现在这边依然是保持长的状态 再勾线过来 这样引拔针稍微的松一点呢 这个边缘会比较的舒展好看 如果我们把引拔针勾得太紧 这个帽沿会有点被收缩的感觉 我们还是把它拉长一点 再去勾线 保持这边是长的 现在这样 那我们继续完成最后的这个勾边 这边勾边好的部分就可以看到 它会让帽沿变得更加的均匀和整齐 对比左边来讲的话 效果就会好很多 也可以给这个位置提供一点点的支撑性 现在我们的整个勾边也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取掉标记线 留20厘米左右剪断 这边的这一条线我们可以将它抽出来 然后我们把这条线从这边的第一针引拔针这里穿到下方去 再从最后的这个引拔针这里 再次穿下去 把这一个缺口闭合 然后到反面来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来长线 如果怕它滑落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打一个叠 将这条线固定在根部的位置 然后把它藏在这一些反面的短线柱里 我们这样走S形的路线 朝两个方向交替的长线 擦好之后轻轻地整理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正面 看不到线头 就沿着根部剪掉 在冒眼部分这一些现在还有一点褶皱 我们可以将它压平轻轻地熨烫一下 可以再反面来熨烫 温度不要太高 也不要喷蒸气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顶拉菲宽颜帽的制作 这顶帽子完成后 我可能又要进入闭关期了 希望下一个视频会是我的原创设计作品 跟你们见面 拜拜 拜拜